最近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公布了 格宇露记过处分的声明 这是该校的硕士生格宇露 他因为多起行为艺术曝光 引发了关注 包括了以他自己名字 来命名北京的一条街道 还有他爬上电线杆 来与监控摄像头 对看几个小时等等 格宇露的这些行为艺术 为何引发讨论呢 那么他又给中国社会 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启发 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北京时评人 也是专栏作家乔木先生 来为大家进行分析 乔木先生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我们听听格宇露他自己的说法 他说几个小时自己盯着这个摄像头 他是为了要来质疑监控的权利 同时也是要寻找 这是他的说法 与摄像头另外一边的人 对视时的一种浪漫温情 首先谈谈您对于他这种 要来挑战权威 挑战监视的艺术表现 您怎么看 他实际上媒体报道比较知名的 有三届意识作品 您说到丁智的摄像机镜头 看这是其中的一届 实际上这个争议并不太大 当然他也有他的政治含义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各种各样的接控 不管是为了公共安全的 还是为了政治目的的 各种接控越来越多 某种意义上侵犯人的隐私 甚至一个公民自由自在 一个行动说话的一个权利 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来表现 我觉得有他的一个批判意识在里面 但是这个政治气氛其实并不太强烈 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另外你提到的两个 一个呢是就是改那个路名 还有一个是大家就是他校方直接承认的 就是说在学校的旗杆 旗杆上放了一个男性的一个生殖器 形状的一个东西 所以但是学校没有明确说 说由于这个违法的规定 给他一个寄过的处分 是那么乔雯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中央美院也强调 他们把格宇录寄过 是因为它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 生活秩序 还有公共场所的管理秩序 与道路命名的事件是没有关系的 您认为校方的处分合适吗 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完全没这个必要 因为它是个艺术行为 我们说这是如果没有造成 一个现实的伪害 它属于言论表达的一部分 特别是它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如果明确的说就是由于放旗杆 放着那个东西处分的话 这个你看怎么解读了 从中国的国企法来说 只是针对国企的 它并没有对国企做什么动作 它只是对旗杆 在旗杆顶上放了一个 那这个意识的东西 就是有人不同的解读 有人觉得不好 有人还觉得好了 比如说这也可以像 正着阳刚 雄旗 这个看你怎么一结论 就它并没有直接用行动 或者用什么言论 来触犯什么法律 引起社会秩序 所以如果觉得不妥 你可以移走 因为它没有造成现实的怒 你可以移走 甚至于它这些训诫 但是对它之前 这种装满的发王的一个处分 特别是在本人 已经离笑的情况下 追加一个处分 我觉得反而适得其反 反而帮助它出了名了 那么乔木先生 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左右时间 我们来看看 在中国双边的看法 那么也有网友认为 如果所有艺术家 都来学格语录 那么社会就要乱了套了 但是也有人说 中国其实应该要鼓励 艺术家来拓展思维 因为这样可以促进一些 对社会问题 对政治问题的一些讨论 那么您怎么看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您觉得中国具备 这样的一个鼓励 或者讨论的空间吗 第一个命题并不成立 永远不可能有所有的意识家 都去模仿 跟风做一种艺术行为 那不是艺术 艺术它都重在这种创新 独特性 不可能说都有这样 大家去学这个东西 就算学这个东西 如果它是触犯了法律 比如说影响了公共秩序 侵犯了个人隐私 或者是防害了国家安全 你可以按这个相关的法律条文 但是大量都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空间 属于人也能表达的范畴 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 这个人学公约 里面的19条 明确地提到 人有采取任何形式 包括口头的印刷的 这个艺术的 他专门强调艺术的 以及他所认识的其他形式的 就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 大家都说 它包含了这样一个条款 就是你可以采取其他形式来表达这个 那么不可能说大家都去学 另外一个中国应该是鼓励这样的艺术创新 包括我们现在强调了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但是回到你最后的结论 我觉得现在没有这个空间 因为这个艺术从来不是大家都存在的 它是和文学 科学思想以及悬术 所有是在一起的 现在显然是在收紧 强调这个什么看齐意识 不得网易 大局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很难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 也不奇怪 何允路被冲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乔木先生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感谢您